機車在網撞線前減速準備轉彎 沒想到後方叫車看都沒看 猛力衝撞上去 瞬間擊落雨衣騎士 整個人撞摔在地翻滾一圈 還差點慘遭車輪碾壓 機車也滑噴數公尺遠 路過民眾全被嚇壞 受怕在新北淡水沙輪路 造勢理性駕駛 為注意車前狀況量貨 造成75歲靈性騎士 左腳插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而躺上驚悚車禍發生在新北新莊體外道路 前方車流回堵 駕駛也趕緊減速剎車下一秒 這件造勢女駕駛瞬間往前彈 整個人差點衝出擋風玻璃 網友也開酸 戴墨鏡有視線死角吧哈哈 想吃夾心餅乾自己撞媽 而在新北五谷新五路二段 前方騎士減速慢行 後方機車卻貼朝勁 完全沒有反應時間 結果 黃色雨衣騎士狠狠追撞 雙雙連人帶車慘摔大馬路 好在後方車輛速度不快 沒有引發二次事故 另外在國道一號四三公里林口路段 重機騎士越騎越偏 第一次緊貼內側護欄 立刻調整龍頭 沒想到他又再次往內切 車身摩擦護欄數公尺遠 旁邊車輛驚嚇連連紛紛 遠離閃避 騎士一次晃神釀貨 好在緊手腳擦錯傷沒有大礙 而他也向國道警方公稱 是在原山交流道誤闖上國道 至於違規部分 最高孔直上四萬兩千元法環 並掉扣牌照六個月 代表重機一段時間不能其樂 接著楊橋成功與新媒報道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很恐怖耶 暗夜土地公廟突然冒出熊熊大火 火勢萌烈性重拳下暴急忙逃離 大家往下走 不要再進去了 公廟內火車狂燦瞬間蔓延到整個天花板 信眾相救火也束手無策 烈火狂燒驚險火警在南投中了石龍宮 有泡麵土地公之城 許多做生意的信眾 都會帶真香泡麵來欺負 不僅白天人多 晚上拜拜的人也很多 但一好凌晨兩點多突然起火 很多民眾當下是泡麵吃到一半 急忙逃勝超驚險 旁邊放那個蒜蠟燭的地方 然後就有火苗 一開始是蠻小的啦 可是後面滅火器沒找到 就一直越來越大這樣 疑似是祈福蠟燭 篡火民眾說當時其實想找滅火器救援 但根本沒找到 等到警銷道場已經全面燃燒 索性無人受困而神像離奇火點還有點距離沒有回損 現在只能等重建過後才能再見到以往拜拜盛況 記者曾偉翔王俊傑朋友飛南投採訪不到 監視器畫面拍下一名年輕女子 顧零零一人屈膝抱腿蹲在路邊 但這裡可是高速公路的B車灣 等到了警方前來救援才搭上車離開了國道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情侶吵架竟然被丟包在國道上 離譜事情發生在二十九號晚上十點多 失信男子開車從雲林開上了中山高 途中因為感情問題吵架 男子不但是對女生呼巴掌 還在彰化北斗路段把對方給丟包趕下車 自己開車走人 但高速公路上丟包已經違規可開罰最高一千八百元 國道狀況多 民眾開車直擊 有一名男子騎車誤闖國道 居然還單手騎車 另一手拿著手機疑似在搞直播 一名穿著橘色T恤男子 還沒有戴安全帽騎上了國道 目擊乘客還有駕駛抽傻眼 根據影片研判 事件應該是發生在彰化系統的交流道 究竟男子是從哪裡騎上國道 騎了多久 國道警察正在調查當中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請聽所有人的意見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喔